周日晚 你们还是发现 与合情交通照项选逃逸事件 中海是当场死亡 实际还在逃逸 感觉这里头很多猫念 可能是一内鬼 反正你们要想拿到东西的 得先过我这一关 你定要先过来吗 没有 这队伍全算有问题 我应该先干死谁 宝宝 你在干吗呢宝宝 说我是身份的骑贼 我看强了 你宁愿相信一张纸 你都不相信事实 我不能犯错的 调查惊骇黑恶势力的 独岛组到达的前一天 本应负责向督导组 汇报工作的警察老三 却突然失踪 督导组知道这起失踪案件 与强盛集团和新帅集团有关 但苦于没有直接证据 无法逮捕两大集团的负责人 只能确定失踪警察 曾前往京海一个农贸市场 警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派出一名便衣警员前往调查 但警方不知道 强盛集团和新帅集团 也收到消息 独岛组已经派人去 你们菜市场了 你们自己收拾收拾 后面的事 不用我教你们了吧 好 3月26日晚 青海市发生一级恶情交通肇事逃逸军 中海市当场死亡 此地还在逃逸 希望知情人士积极为警方提供建筑 好久不见啊 那就不必了吧 好久不见啊 那就不必了吧 好久不见啊 哎呀 我的天呀 我听诗边上有人说 说你是金海的老大了 现在 你给我听说的是一样 你好像也是那边的老大了 是吗 长进了呀 您江湖怎么称呼啊 都叫我大嫂 那我江湖说称我是大哥 那你是我的人呢 那就不必了吧 你要知道我是谁的大嫂 小虎 姐 不 里边情况 怎么样 最近声音 挺好的 有大嫂照着你 没有 大哥大嫂都照着 金海事变上的事 还是大嫂说了算好 都挺好的 对 和平吧 是 和平对吧 老莫 老莫 什么 怎么的呀 我告诉你们一声啊 谁让我雷哥不舒服了 我告诉你说 就等于让我不舒服 知道吗 谁呀 我告诉你一声 我可是个狠人 疯驴子 谁让我不舒服 我告诉你 我让他老遭罪了 我女儿说 有压力的时候 吃个糖生活会舒服你 舒服是吗 兄弟们 上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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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时间了是吧 大白天在这儿闹事啊 闲着了 跟我回去请你们喝喝茶 走吧 走走 你们俩在这儿处着干嘛呀 我这不看菜市场了吗 看菜市场你也不管我呀 人太多 我管不住啊 我一个人在这儿 来 我问你 过来 别生气了 我去狼狗 啥事 看没看着一个拿冻鱼的人 冻鱼啊 你看驴哥也拿着冻鱼呢 还拿着冻鱼呢 看李警官看我呢 你看我有啥用呢 满事啊 那拿冻鱼的也不光有一个人 还有谁啊 这里 哎呀我都不记得地方了 哎呀毕竟家里的产业太大了 真的这都是我们家的吗 都是高家的 这不是有拿冻鱼的吗 嗨 哈喽 大小好 嗨 哈喽 谁呀 想欺负我们高家人 先问问我高启胜 同不同意 在京海 我高家看上东西 早晚得是我们高家的 天上掉下个钢瓶 那也得姓高 你把我纳麦红放到哪里啊 你把我们雷哥放到哪里啊 把新帅集团放到哪里啊 老子苏老三 你把怀者跟我说一遍 谁 是谁在这儿嚷嚷 我堂堂新帅集团 千金在此 看谁小赵 汤秘书 你说我说的对吗 你说的对 您可是金海的好秘书 老板让你少说话 你干脆就不说话 我做记者这六年 你不给我打电话 也不给我发信息 你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 好男友啊 你吼什么吼 电话我虽然没打 但是信息我绝对给你发了 我发信息你给我回了吗 你一个字都没回 你不知道我换电话号码了吗 你先不尊重了我 我怎么尊重你啊 我懒得跟你讲 我懒得跟你吵 我也懒得跟你讲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成长呢 行 我懒得跟你说话 我懒得认识 无理取闹 巧兵王者巧勒兹 一口甜蜜多滋味 各位蒙探 你们好 我是全宇宙最可爱的冰箱人蒙巧 今天大家来到了狂飙的世界 在这里 你们将要面临的是 S级的高难度案件 大家必须将一件至关重要的宝物 录音笔 归还到IP管理局 本期任务重 如果顺利完成探案 你们将获得一枚金徽章 两枚银徽章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的情况 本次案件将有三股势力相互竞争 分别是由京海市刑警支队 李响带领的响队阵营 由宁淑亭带领的强盛集团 以及雷歌带领的新帅集团 除三位队长之外 其他嘉宾也归属于这三个阵营 所属阵营只有自己知道 三位队长需要在本次案件中 好好甄选自己阵营的队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